台东玉岁节今年来到第二年 从10月22日一直到11月28日 在台东各地每周都有精彩的演出 像是在大波池以及都兰市区的美术馆四维夜市等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节目 也找到属于自己与台东的连结 台东玉岁节来到第二年 今年向全国征舰 从38件作品中选出了9档的精彩演出 三组艺术家进行驻村创作 这次9个团队有两个是台东的团队 一个包含是台东很著名的全英文化艺术团 他们一样是以阿美族的故音故事作为底轴 结合环境来做的一个艺术表现 另外还有一个VR表演艺术平台 他本身是台南人 因为喜欢台东在台东驻地 也在台东立岸 这一次也入选了台东艺术节 他自己在台南其实有参加过台南艺术节 在渔光岛里演出 所以他对海域的掌握性很好 今年他在台东也有海洋场跟山林场 团队以山海为创作地景 将作品融入自然场域 进行声音肢体以及地景的呼应 或是以台东有年代历史的旧建筑作为舞台 从今天起到11月28号 台东艺岁节给你台东未十足的表演 大坡池都兰市区的美术馆 以及台东人最爱逛的思维夜市 通通都成为表演场地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喜爱的节目 找到属于自己与台东的连接 借陈如台东市报道